聯邦政府派代表出席俄羅斯駐本國大使館舉行的俄羅斯國慶日慶祝活動 被批評違背本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 唐經南部 俄羅斯駐本國大使館在上星期五 在大使館內舉行俄國國慶日慶祝活動 本國聯邦政府派出外交部高級官員漢貝克代表出席 俄風時後發聲明感謝本國的參與 不過事件卻引發多方的批評 有關烏克蘭的本國團體感到震驚 認為聯邦政府派完出席俄方慶祝活動 完全違背他們在俄烏戰爭上支持烏克蘭的立場 為此外交部長喬美蘭作出辯護 說本國官員的出席不涉及政治 強調本國仍然維持著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幾乎每天都有民眾在俄羅斯駐本國大使館前面抗議入侵 聲援烏克蘭